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观看 是为您带来的DOTA2 这个第一视角 继续今天给大家来欣赏一波 这个冰块的炸点人 对吧 冰块给我投稿 这一期炸点人的第一视角 又是一个中单的炸点人 那么这个冰块这个玩家呢 我之前最近吧 最近给大家投稿的 几乎所有的炸点人 都是来自于他的这个第一视角 那么主要原因也很简单啊 有关是说 为什么没有去做这个 心情的炸点人 因为心情的炸点人 他更加强调的是 在这个比赛当中 以及跟自己团队队友 都有配合的这么一个效果 而且最近心情的炸点人 在自己天梯的这个 路人局单排的成绩的话呢 也是不太理想 他的那个炸点人的 一个使用的思路呢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 没有冰块的这个炸点人 更加强调个人的节奏 那么我们作为视频的来讲的话 观赏性的角度 冰块这个炸点人的观赏性 要更好一些 那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他们的阵容 中单是一个炸点人 大哥位是个死灵法 三号位这场比赛 三号位是个风行吧 应该不是三号位的狮王 对方的阵容看起来呢 就正经多了 中单的蓝猫 大哥的虚恐 三号位这场比赛 应该是夜魔打三吧 然后四号位的小小和 五号位的一个老奶奶 那么这样比赛冰块的炸点人呢 一开始是中路 兑现对方的一个蓝猫 炸点人打蓝猫的话 还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站位的 前期一级作为炸点人这个英雄来说的话呢 没什么可说的 一级肯定是加自爆 然后呢 前边A两下兵 A两下进战兵 然后直接用这个自爆呢 把这个远程兵给他炸掉 顺便消耗一下对方的血量 由于炸点人这个英雄拥有着全DOTR最高的初始攻击距离 那么是700 没有任何一个英雄的初始攻击距离比他要更远 跟他差不多的能接比较接近的就只有莉娜是670 所以炸点人在初期点人的时候这个射程优势还是有的 当然了这个射程优势伴随着的就是极其难受的一个攻击力和这个攻击的抬手 所以前期的话用来凭A去消耗的话呢 可能别人A一下你得A两下 再加上这个比较难受的抬手 但是好在哪呢 700的攻击距离 这个是远超兵线的一个仇恨距离的 所以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把这个兵线的仇恨给他规避掉 而且这个前期现在由于防御塔的攻击力变低 所以炸点人只要你有一定的基本功 再加上出门买一个护腕 注意买护腕 不要去买这个刮件 买护腕 这里又是一个磁暴 然后原地埋一个雷 然后对方的这个蓝猫还是假装埋了一个雷啊 没有埋出来了 埋出来 但是对方蓝猫这里呢也是很冷静 直接站在原地把这个雷呢就给反掉了 确实这个蓝猫能看得出来 打这个站的人是一点都不慌啊 手上手很稳 一点都不慌 补刀方面现在也是一个绝对的优势 这里站的人埋一颗雷 这里呢他没有刻意去拉这个野 因为按照站的人前期轻野的速度是不需要去拉野的 他可以直接把这波野给他炸掉 因为一颗雷加上几个平A 这波雷就可以 这波这个野怪就打掉了 不用担心下一波这个被封野的问题 那站的人这个英雄因为他前期轻掉一波野的时间 绝对是可以在这个五六秒钟之内的时间就可以把它轻掉 所以你在去拉这个野怪的时候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兵线到这个中路啊 兵线走到中路的时间大约是20秒 也就是说你这个兵线走到中路的时候 这个时候只要你人在野区 那么比如说左边这个小野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 哎呦这个地方对方这个蓝猫 对方这个蓝猫点雷的 这个意识和准确度有点高啊 这场比赛 我也给大家做了很多场这个冰块的炸弹人了 但是他这个炸弹人感觉这场比赛 冲路对线对方的这个蓝猫确实是有点东西 你看这根冰线走到中路以后 然后这波野怪是炸弹人看着最开心的 因为直接过来一个雷再加上 你都不用给平A 你平A只是负责把这个怪拉出来就可以 这个蓝猫要对这个炸弹人有一些想法 这个蓝猫在中路处理了炸弹人方面的经验 确实相当老道 估计自己可能也是个炸弹人的使用者 他点雷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一点都不慌 而且他会刻意去留一个平A的CD来点掉这颗雷 确实操作很冷静 所以炸弹人在前期的对线方面 对方这个蓝猫也是非常注意去反补这个远程兵 利用攻击力的一个优势 还有这个弹道的优势去反补掉远程兵 炸弹人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又被对方给上了一个超复合消耗一下 前期这场比赛这个对线确实是少有的冰块 在这个对线期的压力这么大的 真的很少见 大家如果经常看我视频的话 应该知道这个炸弹人一般在前期冰块在使用的时候 很少吃这么大的亏 这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冰线走过来 然后这波冰是二级雷的话 就是轻这个怪的话会快很多 如果是三级雷应该是可以直接炸掉 我记得 蓝猫四分钟过去控一下神符 看一下运气好不好 好像不太好 神符刷掉了下落是一个奥树 不过话说这个奥树要让蓝猫控到的话 其实会更难受 看看这里这队友支援过来一个火龙果 过来以后直接把这个神符给他A掉 而且为了节约时间还可以开了一干影之镜 但是对方小小过来了 加上蓝猫一套爆发直接带走了火龙果 这个有点没办法 炸弹人帮不了他 如果这个地方炸弹人直接一个自爆过去的话 自己会掉比较多的血 然后呢 有可能自己也要死在那 所以这个时候炸弹人选择是先稳妥一下 没有去帮忙 大家这个关于这个兵线到 由中路啊 中路包括边路也是一样的 这个兵线什么时候到线上的这个时间 跟你自己去拉野的这个时间 以及青野怪的时间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就是中路的英雄升级快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里炸弹人立了一个非常坏啊这个地方 立了一个精致陷阱 然后炸了一下对方的蓝猫 但是这个蓝猫呢 这里一点也不慌 因为他没有受到任何一次 这个感应地雷的伤害 过来上路控一个赏金神符 身上因为有一个瓶子 也得赶紧过来控一个 看有没有机会去自爆对方的虚空 如果能炸到这个虚空的话 这个虚空肯定是可以杀的 老奶奶这个地方已经是灭了 灭了的话好像没有机会了 而且他这个时候过去要担一个非常巨大的风险 就是如果蓝猫这个时候六级了的话 那么他很有可能要被直接带走 这里一颗雷 直接把两个小人马加上这波兵线全部炸掉 大的人马这里呢没有醒 队友最终还是追死了对方的这个虚空啊 做得不错 而且这个蓝猫此时此刻在中路 对于炸弹人的威胁还是蛮大的 再加上一直有反补掉这个远程兵 确实炸弹人如果不经过 左侧这波小野不停地去补给的话 这确实压力很大 这个蓝猫过来要强杀 拉一下给上一个超复合 但是伤害这个时候应该是不够的 这个也是前期你做一个护二的优势 炸弹人这个英雄 其实单纯论成长的话还可以 2.5的力量 3.3的智力 这个都是不错的 就是护甲稍微低点 这里一个自爆 等了一下 还不错 炸到了对方的蓝猫 这里再一个遥控炸弹 nice 这里虽然最后这个蓝猫 还是成功的击杀掉了 虎龙果 但是呢 最后是遥控炸弹 加上一个这个自爆 完成了对蓝猫的击杀 然后呢一个遥控地 感应地雷放上去以后 清掉兵线 同时一张TP 卡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时间 回到家里面 并且拿到了这波兵线的经验 回到家以后呢 现在身上是出到了魂戒 有了魂戒以后 蓝猫在中路 如果继续战线的话 这个炸弹人消耗 这个蓝猫的能力 就会强很多 而且在自己家高台上 提前买好感应地雷 和这个精致陷阱的话 蓝猫是不能轻易上来 去强杀这个炸弹人的 要担很大的风险 你看在这个地方 直接埋上三颗雷 你蓝猫这时候赶上来 强杀我 我树林已钻 你只要过来被定住 你没有办法用大招飞走 那你就直接等着 被我打死就可以了 所以蓝猫这个时候 是不能轻易过来 去找这个炸弹人的麻烦的 你看这个蓝猫过来了 那么这个猫回躲一下 蓝猫这里打一套 伤害还是很高啊 这里炸弹人直接进树林 蓝猫也是很聪明 这个蓝猫真的 打这个炸弹人很有经验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 玩炸弹人的老司机 或者是可能之前 被炸过不少次 很冷静这个蓝猫 少见的在中路 这个打炸弹人 这么冷静的人 这里炸弹人 再埋一个感应地雷 然后把这个兵线拉回来 直接清掉 四级雷直接清掉 这个兵线 对于炸弹人来说 是一个发育 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这里呢 开始在这个高台上面 去埋上一定的 一定数量的这个雷 让对方蓝猫在 下一次如果想对这个 炸弹人有想法的时候 难度更大一些 这个兵线清掉 然后过来等一下 8分钟的神符 蓝猫这里也是过来 空服来了 奥树拿到 nice 但是这个奥树神符拿了以后 感觉这条命要交在这 看一下赶紧往回跑 还能不能扛得住 对方蓝猫 这个地方队友给技能 漂亮 这里是用一个雷 拉扯了一下 对方蓝猫的一个 进攻的时间 吸引了他一个平A 这波蓝猫虽然没有 能够击杀掉这个炸弹人 但是一点血都没掉啊 回头直接把雷掉以后呢 炸弹人这里也是大药加小蓝刻起来 再利用这个雷清掉一波442 人傻钱多的一波野怪 蓝猫这个时候 在中路如果继续想进攻 炸弹人的话 风险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 因为中路的雷 已经这么六级 这么长时间了 这个炸弹人 这中路的雷的数量 应该是逐渐起来了 再加上中路 从真实视野的角度来看的话 好像一直没有占便宜 但是大家注意看在这个 炸弹人左侧 埋雷的这个位置 是有一颗对方的假眼的 咱们可以看到 那咱们在小地图上 是可以看到的 这个地方小小溜达过来以后呢 这里雷打掉 漂亮 直接遥控地雷 把对方打掉以后 一个平A能不能A出来 可以直接A死吗 右侧还有一个人过来以后 夜魔也是直接 被这个雷给埋伏掉了 nice 这波是老奶奶在上路 收掉了一个风行 老奶奶上路击杀到了 几方的风行 但是来中路游走的这一波人 全都被炸弹人给炸翻了 只有一个蓝猫 最终是死于防御塔和冰线 是瓜分了一件赏金 否则的话 这一波这个冰块的炸弹人 是可以直接拿到一波三杀 但是即便如此 这个炸弹人这波也已经是转翻了 现在身上瓶子加上魂戒 然后一个草鞋 一个湖腕 两个小蓝 一个穷鬼盾 再加上一个真眼 没事的时候自己就买真眼 不用非得等队友帮你买 你只要确保你所在的位置 对方没有真实视野就可以了 而且对于炸弹人来说的话 一个雷一波冰 一个雷一波野 这个演的这点钱 真的不叫事 该花就花 加速神符好东西 对于炸弹人来说 这是个好玩意儿 你扔一颗雷 然后铺在上面 无所谓 让你看见就看见了 让你看见就看见了 反正你看见了 你也得 你要是过来 你就得挨炸 要不然的话 你就跟我拼视野 你就跟我拼视野 这里炸到 然后再给一下 没死 一个自爆 对方这里直接喂了一个饼 看一下这里 对手赶紧立一个墓碑 掩护一下炸弹人 好在炸弹人身上 同时还有一个加速神符 这个地方对方老奶的一个 喂饼 喂的还是很及时的 这个时候炸弹人身上的 五刀树 全场第一 经济也是全场第一 下路死灵法这边无解肥 这个是对方没有什么太好解决方案的 一个死灵法放在优势路当大哥打的话 你真的是很难压得住他 再加上中路蓝猫 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机会来支援 又被炸死了 蓝猫这个地方好惨呀 这里呢 他的这个雷埋的位置是去 专门算计对方准备去制中路 回来收线的这个人的 因为他往右侧是过去收那拨野 收完那拨野以后他肯定要回来收线 他这个雷埋的位置就专门暗算这拨人的 现在这个炸蓝人的下一件装备 准备出的是A杖 身上已经是密法加魂戒了 密法加魂戒以后呢 对于这个炸蓝人来说 会 这里蓝猫直接飞过来 那这个动作 说明一件事情 说明对方在这个位置是有眼的 而且是几方的这个真眼 没有反倒的一个位置 给炸蓝人一个遥控地雷 一个感应地雷 然后呢开始去打这波野怪 这个大野 大野的话是需要满级的感应地雷 加上一个遥控炸弹 然后再加上几个平A才能打得掉 选量太多了 主要还是因为 现在A杖已经是做了一半出来 炸蓝人这波呢 因为正好是在自己家附近 所以溜达回家 把自己的状态稍微补一补 然后呢准备去替回去 接着搞事情 这也还捡了一些芒果 正好加了一个芒果树 把身上的装备买掉 然后呢直接一张TP回到中路 这个地方其实赶得也是很强啊 赶得很强 正好是这个队友这 杀了一只对方夜魔的小鸡 然后给每个人加了60多块钱 正好让他把这个钱 负业的钱购买一个深魔之斧的 这里一个遥控炸弹上来 并没有炸到对方的蓝猫 这里蓝猫也是开始去抢 这个炸蓝人的野怪 炸蓝人这里又是故技虫尸 老地方等你 你可以看到就是冰块的炸弹人 他并不会去强调说 我一定要在某一个地方埋上 巨大数量的这个遥控炸弹 他只需要让我这个雷 能够炸死你的一些脆皮就可以了 我不是说非得要把你任何人过来 都能炸死 因为那样的话时间成本太高了 对于蓝量的消耗也太高了 并不是很划算 我只要确保我这些雷 能够让你这个人过来一次性 把你炸死就行 对吧两三颗遥控炸弹 加上一个感应地雷 然后加上一个这个麻痹陷阱就够了 再多的雷我也不需要 这里又是在树林里面开始埋雷 不过这个埋雷的动作应该是被对方发现了 对方这场比赛这个阵容 因为近战的数量稍微有点多 三个近战 一个蓝猫 一个老奶奶 老奶奶这个英雄的射程也不是很远 所以排雷方面 尤其是在树林里面的雷 排起来还是稍微有点麻烦的 看一下这里眼魔被炸一下 蓝猫直接飞过来 这里雷很多 小小这里一山崩给上去 蓝猫打一套加老奶奶的大招 这个地方没办法 这个地方确实跑不掉了 对方人来的实在是太多了 这里风行一个捆 然后一根非常精准的圈心剑 秒掉对方的小小 这波在完成一波一换二以后 队友支援过来的这哥反打实力 这个战斗力还是可以的 但是对方虚空也支援到了战场 那这波打不过了 风行一个人的这个输出是不够的 虚空上来 跳上来索一发CD 然后呢 蓝猫再进行一波反打 nice 四人团面 只有死灵法这波没有来 再下路继续安心发育 踏实活下来了 其他的队友全部死光了 这波其实死灵法如果来了的话 至少蓝猫应该是能收得掉的 其他人可能还是不好打 但是蓝猫应该是能收得掉 这样炸弹人在游戏进行到 14分半的时候 身上的这个A杖 已经是快要做出来了 这样死灵法在下路 保持了自己的无解肥 但是蓝猫跟虚空刚在 在争路的这波团战当中呢 也是赚得盆盘盘盘盘 现在经济已经追上来不少了 炸弹人这里再来到上路 稍微发育一下 争路的一塔呢 已经推掉了 对于炸弹人此时此刻 最重要的事情是 去出到自己的A杖 而不是继续去对对方的 某一个防御塔进行压制 所以呢 先去刷钱 等拿到A杖以后 再去搞事情 这里风行掉线了 我们稍微加一点速 好 这边风行连回来 那咱们继续 一个雷扔上去 把这个兵线清掉 然后呢 再直接钻野 在野区附近呢 追进野区的时候 一定要先在野区这里 买好一些 用来保护自己的地雷 这些地雷唯一的作用 就是用来保护自己 并不是用来说 我一定要去击杀对方 而是让自己在刷钱的时候 相对来说安全一点 这里一个要从炸弹 摆上去 把这波小夜给它清掉 清完了以后呢 再等这个兵线 看一看有没有人过来 如果没人过来的话 就找机会去把这个兵线给清了 但是这个地方有点太深了 不太敢去 对方的夜魔在下路 地图上也看不到其他的人 所以这个地方炸弹人还是比较怂 一个遥控炸弹 加上一个感应地雷 轻掉 这个蓝猫在这个位置也有视野 过来抓一下这个炸弹人 炸弹人这个地方原地 扔一个精致陷阱 然后一个自爆 nice 这波自爆成功 没有死 队友跟上来以后 也是一顿缠绕 盯住这个蓝猫 再炸一下 漂亮 那队友是为了一个饼 把蓝猫的位置稍微调整一下 来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然后呢 这波雷 看看有没有机会 能阴到对方吧 因为这个雷的位置 正好是对方有可能 过来收线的一个位置 那没有找到机会 蓝猫这个时候 居然已经是溜达到了下路的河道 好在这个双倍臣 不是风情这里给空掉了 这场比赛 蓝猫对于炸弹人的一个压制 其实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可惜的就是前期对线 让这把炸弹人击杀了两次 导致他的这个装备出的稍微慢了一点 如果他的这个子愿已经有了的话 炸弹人看到一个子愿了 确实还是有点憋血的 你在术后去立一些炸弹 对方的夜魔这个时候过来 再加上一个小小 还有一个老奶奶的话 对于这个已经超出炸弹人 能够去击杀的一个能力范围了 这里给上雷 各种雷都买好 这个雷有的时候不需要数量很多 你这个雷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是不敢让对方冲过来去跟你打 看一下这里 一个恐吓给上去 然后这里一个捆 但是这个捆并没有中 有点可惜 狮王已经一马当先冲上去了 墓碑立起来 已经有一些小僵尸在追对手 看看小小这里一个投掷 没有扔到对方的人 蓝猫过来以后 也是不敢往里追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炸弹人是在树云里边 哎 夜魔这个沉默开的不错 这波沉默直接带走了狮王 而且炸弹人这个位置很危险 队友这里又是一个非常nice的精进迷宫 对方的夜魔绕出来 还想找这个炸弹人 炸弹人已经在原地 立好了一个感应地雷 加上一个精致陷阱 这个感应地雷跟精致陷阱 好像位置搁的有一点点小问题 夜魔还在继续追这个炸弹人 虚空这里一个大 但是炸弹人并没有中 有一个精致陷阱 定住了对方的虚空 这个虚空大招完了以后 没有能够打出来任何的输出 炸弹人转身一个自爆 配合风情的捆 击杀掉对方的虚空 漂亮 这波炸弹人的这些地雷立功了呀 满地的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雷 什么精致陷阱 遥控炸弹感应地雷 加上他的自爆 这波输出也是直接拉满 回到家里以后 美滋滋的把一张拿到 这波拿到一张以后 再把家里面的芒果捡一捡 身上带上三颗芒果 还有两个小蓝 秘法梅肯加瓶子 然后一个裙尾盾 加上一个护腕 身上的装备还是很豪华的 虽然没有队友的死灵法无解肥 但是从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在战场上体现出来的作用来看的话 还是远超队友的死灵法的 这里现在有了A仗以后 二级的遥控炸弹可以直接清兵线 会比之前用感应地雷清兵线 要更加舒服一些 所以开始在神浮点买一些雷 倒不一定说我非得要用这个雷炸死你 开个视野也是好的 威胁一下你 让你这个在控服的时候 比较难受一点 也是个好事 尤其是近战英雄 现在等于就没法来了 只有蓝猫自己能过来 而且需要在这个周围 坐上真实视野 对于炸弹人来说 他的遥控地雷 有的人会选择 用这个遥控地雷 铺的满地图到处都是 用来开视野 不失为一个办法 但是呢 这种做法的话 对于炸弹人来说 这个蓝量会比较捉急 一般建议 如果你真的想这么干的话 15级以后再这么干 15级以后有了这个天赋 会稍微舒服一些 这对眼排的 炸弹人这个地方 直接是排掉了对方的 一个假眼加两个真眼 而且他自己的代价 只仅仅是一个真眼 就做到了这么多事情 得把身上的小蓝 换下去 换成芒果 把芒果直接全克了吧 这不应该是打算 可以不用留 全克了就完了 继续在这个树林里面 去买雷 在自己准备要去 接下来搞事情的地方 提前先做好防守布局 先挖好战壕 买好地雷 摆好了防空炮 然后呢 我再开始慢慢地往前推进 这个时候炸到对方一个 直接秒掉一个老奶奶 炸到一个以后呢 接着再往这边走 由于都是在树林里面 对方在排这个雷的时候 如果没有能砍树的人的话 会非常难受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一直在给大家吹这个 就是兽王这个英雄 这里看一下小小 会不会慌不择落 如果会慌不择落的话 这波雷就能够体现 它的价值了 再观察一下 但是正面战场 这里对方的人好像有点多 没有给这个炸的人的雷 发挥作用的机会 看看这个蓝猫 会不会再往下边走一下 狮王再把对方往这个雷上骗 但是对方救不过去 对方这波 这帮人救不过去 应该是知道 那个位置有雷 打的还是很小心的 看一下炸的人 这个时候呢 没有去帮忙 这个雷被对方给打掉了 这个老奶奶 这个时候应该 还是会比较小心的 不敢轻易过来 去招惹这个炸的人 因为知道有炸的人的地方 必然会有炸弹 兵器方面 现在已经是9800了 竟反撤到了全场敌 队友的死灵法 在上路被对方 打崩了一次 然后对方 这个人是四人抱团 在上路推塔 炸的人呢 则继续在中路运营 自己的一个地雷 使用炸的人 这个英雄 他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是要创造出来 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域 一定要切记这一点 你的这个领域 创建出来以后 尽可能围绕这个领域 来进行作战 而不要就是说 队友去哪 然后就跟着不停的 去哪去打 这样的话 收益不是特别的高 蓝后方面的话 如果想要最节约用蓝的话 那么在你 拥有了A战和二级的 遥控炸弹以后 能够用这个 就是感应地雷轻的 还是用感应地雷去轻 这对方的小小游 是在这个刚才 同样的位置 刚才老奶奶同样的位置 被这个雷给阴瑟了 还是用遥控炸弹 还是用感应地雷 因为感应地雷的话 可以比遥控炸弹 要省10点蓝 比二级的遥控炸弹 省10点蓝 当然了 它的安全系数 要相对来说低一点点 还有一个就是CD的问题 感应地雷的冲冲时间 要稍微久一点 这里阿托斯给上雀 再加上一个缠绕 然后一个技能 再一个刺爆 沉没给上 然后诅咒王冠 直接炸晕 河道里这里 蓝猫过来的时候 又是正好在神浮点 被之前埋伏 很早之前埋伏好的 这个神浮点的地雷 直接炸死 那蓝猫没有办法 上来搞事情 虚空被队友的一套技能 加上自爆沉没 直接击杀掉以后 中路二塔 就可以开始想一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拆了 有了一场以后 在攻击对方二塔的时候 你是可以去利用一下 自己的这个雷区标识的 进攻高地的时候 可以利用一下 除此之外呢 不要在其他的地方乱插 因为这个玩意技能 CD实在是太久 过久了有一点 但是主要也是因为 实在效果太变态了 所以在高台上 坐上一些雷 又是开始画地盘 老奶奶在上路 又是被自己的队友 直接追死 对方这个时候 有一个很难受的点 就是不敢轻易出来 可以看看小小 给上一个山崩 炸子人这个时候 不要着急过去 那在这个战场 撤退的路线上面 买好雷 让自己的队友呢 待会有机会去搞事情 看一下这一个展 给上去 但是呢 没有其他的东西 有一个精致陷阱 然后再一个遥控炸弹 直接炸死对方蓝猫 这个站位比较靠后 对方第一时间上不来 那么这样的话 再给上一个平A 再给一个平A 我再给一个平A A死你的夜魔 然后呢 对方你看这个时候 只剩一个炸弹人了 但是对方不敢上 对吧 对方不敢上 为什么不敢上 谁上谁死 你真的不知道 他什么地方有雷 所以谁上谁死 这个时候呢 炸弹人选择去出到一个 以太 以太这个东西 对于 哎呦 上路这个地方 又是把这方老奶 那个阴入死了 老奶这样比赛 已经是被这个炸弹 炸死不知道多少次了 这个以太这个玩意 对于炸弹人来说 是一个效果 非常非常非常完美的 一个道具 那可以让他的地雷 不管是遥控炸弹 还是这个精致陷阱 以及感应地雷 都可以距离很远的 去释放 然后呢 还可以增加一个 非常不错的回蓝 同时还可以配合 这个魂戒 来让你在每次 魂戒回蓝上面 回的多一点 还能够让你把这个 鞋子的位置腾出来 变成一个飞鞋 增加移速 所以这个是一个效果 哦 这个恢复神符 还是抢到了 对方的蓝猫呢 这里也是 你看这个蓝猫 现在被打的 不敢去招惹这个地雷 这个炸弹人了 已经 已经不敢招惹了 而且他现在的输出 其实杀这个炸弹人 还是挺费劲的 2000多写的炸弹人 没有那么容易 被他像前妻一样 直接挤套这个超复合 加上飞 加上拉着这种爆发 直接带走了 这里风胀 加上一个 精力迷宫 然后高台上 放上一堆的雷 炸弹人在这个地方 也不着急 反正我就是往高台放雷 谁过来 我炸谁 队友这边打不过 就往雷去跑 这已经飞鞋了 炸弹人现在飞鞋 13800的经济全场第一 接着往这个高台上放雷 队友呢 就是仗着这边 后边有一个炸弹人 然后疯狂的去 在这个雷区的附近 去打架 推塔 反正打不过我就跑 这个时候 因为虚空赶过来的路径 上面是有很多的地雷的 因为 所以这个虚空 现在也是不太敢过来 这是一步一步的去 逐步的去推荐 当然冰块的这个炸弹人 他也是打了不知道多少场了 而且天天是在这个冠决排名局里边 去不断的去磨练自己 磨练自己的这个炸弹人 才能够打到今天的这个水平 大家也不用说 想着短时间内 我就能学会 这里又是一个平A上雀 一根穿银剑直接带走 对方老奶奶再次被这个击杀掉 不过这个人头呢 没有拿到 是风情的一根穿银剑拿到的 这个时候 炸弹人开始发现 自己的遥控地雷的数量不够的话 有点不太容易去击杀对方了 开始刻意的去提升一下 每一个雷点的这个雷的数量 看一下这里 一个遥控炸弹 扎上雀 这个伤害是非常高的 再扔一个感应地雷 你看这个感应地雷的距离有多远 然后呢 再等自己技能CD 这个时候不要脑袋一热就自爆上来 一定要在自己队友周围 队友数量足够高的时候 以及最后收尾的时候 再用这个自爆 或者是衔接队友的技能的时候 给自爆 这里一个斩 直接斩死 虚空这波疯了 虚空这波疯了 虚空这波大招照完了以后 直接是强行把炸弹人给点死 然后队友这波再上来 开始去留人 老奶奶这个大招 伤害给的也是满足的 这波看下这个恐吓 这个蓝猫躲得很漂亮 躲到对方的恐吓以后 接着打 但是死灵法这个时候 已经把自己的血量 回上来不少了 再拿一口 这个虚空这波被带走 这里在吹风吹起来 对方老奶奶以后 往前追 给上一个网 网助 再加上开着优恩护照 给对方减速 然后呢 再接着给死黄脉冲 往前追 插了一个塔后眼 追着一顿输出 对方老奶奶这里临死之间 还想喂个饼 但是也没有活下来 还是被这个死灵法收掉 完成了一波双杀 这个死灵法这场比赛 这个出装其实是蛮拖大的 他出的是一个灰药 加上挑战头 可能是觉得 队友这边的炸的人 太carry了 所以出了一个灰药 但是一般来说不推荐 这种出装方式的话 是很容易直接 把自己给搞死的 对方这场比赛 克制他的人还是蛮多的 看看这里给上一个风胀 一个大招 一个惊奇迷宫 打一套爆发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死灵法撤了 死灵法第一时间没有过来 风将这里一个捆 没有捆到 这个没有办法 对方的夜魔确实飞太快了 躲这个剑的空间也比较大 蓝猫这块飞过来以后 开始留人 死灵法因为身上有一个挑人头 所以对方蓝猫 对这个死灵法的欲望 并不是太强烈 大家的人的经济 现在还是全场低 15000块 下一个装备准备出的是 永虫之盘 这个地方看一下 队友的爆发 这里他没有上去 直接给自爆 因为后边是有小小在 而先保证自己的一个 有胜力量 因为毕竟这场比赛 它是个中单 你不能随随便便冲上去 跟对方一换一的 看看这里一个雷 再加一个感应地雷 一个精致陷阱 感应地雷炸出来 直接炸死对手 再加上这块有一个 精致陷阱 在这个地方 对方好像不敢过来了 这里扎连已经拿到了 自己的永虫之盘 那克制对方的夜魔冲脸 蓝猫的爆发 以及小小的VTR连 效果都是不错的 还有对方的虚空 这个永虫之盘 其实最主要克制的是 对方的虚空 队友的风情 这场比赛其实表现得蛮活跃的 这个三号位风情 魅拜难 这里开始往高台上面 埋这个地雷 因为有以太的缘故 所以这个雷也是 可以比较远距离的 直接就埋上去 对方这里再给上 一个精进迷宫 一个诅咒王冠 然后开始作祟 这里对方的卫饼 是把这个夜魔给喂出来了 喂出来的话 看看这个精致陷阱 好像来不及 但是能炸到这个蓝猫吗 能不能 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 哦不用了 好像不用了 蓝猫这拨直接被带走 老奶的这铺一个大招 但是收益一般 赶紧喂兵开撤 这个时候 炸弹人身上的蓝量 并不是很多了 然后往外撤一下 躲一下对方虚空的 这个大招 虚空这个时候 没有大招的话 干追这个炸弹人的话 没什么意思 这时候队友又死过 队友稍微有点上头 这样比赛 稍微有点上头 炸弹人积血 在这个树林里面 接着搞事情 每一个自己的这个雷区 就是一小片的这个雷区 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 去增加这个雷的数量 这蓝猫又被炸死了 这老奶奶打赏一下 这个蓝猫也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这场比赛 如果论被炸死的次数的话 这个老奶奶可能比蓝猫 只多不少 利用遥控炸弹 把兵线清掉 这个时候其实他用这个感应地雷 清线也没问题 但是这波他主要是为了 加快点清线的速度 减少一点防御塔 被消耗掉的血量 看下这里一个恐吓 扔进去 把对方全部吓跑 然后再给上一个惊奇迷宫 这个时候对方老奶奶 为了一个饼 但是正好砸过来以后 这里有一个感应地雷 虚空还在里面 继续输出肉身 这里给上一个平A 自爆进来 打掉肉身 队友抢到盾 然后直接推推出来 再往里面开始扔雷 这里又是一个强攻炸弹 加一个精致陷阱 一个感应地雷 直接炸死对方 小小完美团 只有虚空逃掉了 其他的人都没有能够跑掉 这个炸弹人 这场比赛打得太漂亮了 然后游戏来到了30 马上来到31分钟了 下路这里有隐身身符 空掉 下一个装备出紫苑 然后开始做血迹 作为炸弹人来说的话 冰块的炸弹人 在游戏进行到 30分钟之前 他又开始逐渐地去转这个物理 因为一般这个时候 他的等级就已经快要到达25级了 25级炸弹人 加上一个 血迹 25级天赋加血迹的话 这个炸弹人的物理输出能力 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时候可以看到 游戏进行到32分钟的时候 也是利用自己的雷区标识 在这里 指一个斩 漂亮 雷区标识 加上遥控炸弹 再加上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地雷 把中路的高地塔 肯定是能给他拔掉的 对方这个时候 是没有办法在中路反雷 没有办法反雷的话 就没有人敢上来 因为这个雷的伤害 确实有点太高了 这地方老奶奶 铺一个大招 清一下冰线 蓝猫也是利用自己的大招 去把这个冰线给他排掉 但是没有人敢往上走 这个时候 而且炸弹人这个时候 因为身上有以太加一仗 这个雷也是扔得太远 队友这里再把墓碑插出来 然后死灵法在前面顶着 等下一波冰线 高台的眼 其实这个时候 就没有必要去做了 对方不可能 在高台附近没有镇眼 这个视野 其实做的收益并不是很高 蓝猫也是在这儿飞来飞去 扎的人也不往这儿 怕有差别的雷 也不着急 在这个身后 就是待会对方 有可能会出来 蓝猫飞停的位置 就做了一个精致陷阱 如果蓝猫在这个地方 停下来的话 就可以把他给坑死了 蓝猫这波飞出来 这边又再飞回去 直接是把这个 银行之盘给炸出来了 稍微点可惜 这里又是一个攻加弹 直接炸死对方 老奶奶这个点 感觉老奶奶这边 好像是 可以出来顶一下 这个东西 再有了紫苑 再加上以太以后 现在身上的回篮 也是足够高 看一下25级炸弹人 已经是拥有了400弓 拥有了400弓 加紫苑 再用地雷一顿爆炸 直接带走 对方的虚空 加上夜魔两个人 这波被趴的尸 坑死以后 中路的高地塔 已经被磨掉了 然后炸弹人 这里接着在后面 不停的去插雷 到处埋上各种各样 乱七八糟的雷 反正什么雷我都埋 对吧 你走上来 他就没有踏实地儿 这里再把对方 中路高地给他高破 拆掉了以后 按照他们的阵容来说的话 具备直接去拆 对方这个基地的能力 但是 风险会比较大 因为对方毕竟有个蓝猫 加上有一个 虚空复活了以后 虚空手里有大 后排有一个老奶奶的话 强行去拆对方的梅亚塔 其他基地的话 风险稍微有点大 所以他们也选择 也是先撤一下 这里炸弹人 把瓶子可以卖了 这根瓶子就没有什么用了 再买一个振分宝石 然后马上操够钱 去买自己的雪棘 雪棘这个配方是一千整啊 好久 好久没有出过这玩意儿了 我不记得他这个配方多少钱了 炸弹人这个英雄 在25级天赋配合雪棘的情况下 现在雪棘配方改成这个加攻速以后 对于炸弹人的一个提升是非常巨大的 就是25级四五百攻的一个炸弹人 然后再加上雪棘的加成 你只要身上没有BKB 或者你的BKB已经开过了的情况下 他是很容易直接一个雪棘点到你脸上 然后把你秒了的 他那个爆发真的蛮高的 这会儿炸弹人又开始积蓄 在这个一会儿可能会开团的地方 提前画好地盘 蓝猫飞出来 这个地方没有金属陷阱 这里火龙果应该想吹一下 这个蓝猫没有成功 这要是吹起来的话 蓝猫就被坑死了 徐宫又是在上路先出去刷一会儿钱 看看能不能再做一些装备出来去翻盘 还是没有放弃 这颗炸弹人身上有了血迹以后 他加上一把骑士剑 吸血也有了 虚空这个地方直接开着BKB 小小 这个小小要把他扔进去吗 扔进去了 但是这颗的薰光大招已经没有了 推推出来 然后直接给上一个炸弹 看一下这一波点死对方的蓝猫 点死蓝猫以后 自己的队友这颗损失很惨重 这颗对方还在冲 狮王这里暂时还没有死 但是雷又是炸死了对方的小小 紧接着转头开始输出对方的夜魔 夜魔也是被这个炸弹人硬生生给平AA死 完成一波三杀 发现对方此时此刻还有一个虚空 在这里诅咒王冠 再加上这里还有一个血迹 血迹爆发以后 直接炸死那方的虚空 转身还剩一个老奶奶 看我一波爆走 一个平A大伤 却直接爆走 35分钟 最关键的一波团战 这波炸弹人自己一个人硬生生 一波打了一万的伤害 而这一万的伤害大部分是靠自己的平A打出来的 A出来了一万伤害 一波爆走 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应该就快落下帷幕了 下路高地高破 但是对方这个时候小小的复活时间和老奶奶 还有二十多秒就复活了 过来开始拆对方的基地 对方这个时候没有塔房 但是只剩这两个人的话 拆打的速度有可能会不够吧 感觉 感觉可能会不够 看看对方还会不会试图去防守一下 如果还要试图去防守一下的话 那这波打完了以后 应该还是拆不了对方的基地 还这样往回撤一下 把对方的雷扎掉 那么炸弹人也开始直接去拆对方的基地了 但是对方这时候跑出来防守来了 蓝猫过来抓一下这个炸弹人 炸弹人这里还在A对方的基地 应该是不想浪费时间 想要直接把这场比赛结束 但是塔房刚好是到时间好了 这炸弹人开始往后撤 野魔过来 然后这一个推推往回走 对方的野魔开启BKB 开始沉没 家人的猫追出来 把这个炸弹人这波跑掉了 这波炸弹人肯定是跑掉了 那么这样的话 有100秒的复活时间 我们这个稍微加一点点速 稍微加一点点速 把这个复活时间给它过去 要不然的话 感觉好像稍微有一点点浪费时间的意思 这里直接给大家跳过去吧 好了 这里是炸弹人刚刚复活 刚复活以后来到上路 这个时候正好是在跟对方打架 因为有飞鞋队直接飞过来的 我就直接给大家跳到这个地方了 虚空一个大招转身 先击杀掉一个火轮果 但是血迹给上 直接A死 这个人头是死灵法的大招 给判定到了死灵法身上 那么下一件装备的话 炸弹人选择出的是撒弹 出撒弹这个东西也没什么可多说的 对吧 就是单纯的去增加一下自己的物理输出 而且大家注意 它把身上的以太是给去掉了 因为炸弹人再往后打的话 它是主要作为一个物理输出点 而不作为一个这种法系输出点了 所以以太这个东西对于它来说的提升并不是很大 再加上这个东西比较便宜 那身上的装备呢 就逐渐的从一个纯法系的炸弹人 过度成为了一个纯物理的一个炸弹人 现在身上是血迹加上撒弹 推推这个东西的话呢 再往后出可以出成这个大推推 然后再加上有一个永存之盘的保命 飞鞋增加的移速 还有A杖所增加的一个扔雷 再继续往后出装备的话 A杖可以吃 吃完了A杖以后 然后再去出别的东西就可以了 其实A杖这个时候最主要的作用 就是那一个雷区标识 有这个雷区标识的话 就可以保证自己在上高或者手高的时候 至少有一路是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对方和狼猫这个时候也出来了 那么炸弹人这波 其实炸弹人这场比赛 原本是没计划去虐权的 但是对方这个在已经必败的一个情况下 仍然选择去出来强行防守的一波 还是比较尴尬的 这里队友也是吹了一波几方的炸弹人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还不是冰块的一个单排 他是跟风行的一个组排 遇到对方的是一个三人 他们这边是个二人 炸弹人这场比赛最终造成的伤害是有高达五万六 承受伤害是三万一 数据是二十六杀 四死十三助攻 这四次被击杀里边有一次是自杀 被对方击杀了三回 经济两万五千多 那么输出转化比还是相当的高的 而且有效的伤害也是非常不错 另外就是炸弹人这个冰块 炸弹人这个冰块 冰块这个炸弹人确实看起来的 还是非常的过瘾 从整个一个比赛的观赏性的角度来讲 没毛病 好了感谢各位 我是赞老大叔 咱们下期节目见 我们下期再见